歡迎收看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 我是藍軒 兩岸國際大師帶您深入來剖析 打開視野 今天我們要 因為陳武剛去度假了 所以我來代班 當他去遨遊天際的時候 我們也把全世界的話題都帶進攝影棚裡面來 最近國際大師非常的精彩 基本上來說還是以美國作為主旋律 川普他的個人秀 不但從G20一路打 打到美中貿易 打到美歐貿易 甚至美國對於台灣跟韓國也很有意見 所以我們雖然叫做他的盟友 並沒有在整個貿易戰被因此 等於是遠離戰火 並沒有 另外的話 這樣個人秀也一路打回了 他們美國的7月4號的國慶日 國慶日幾乎是這段時間以來的史無權利 他們國慶日上面 過去的很傳統的遊行 加年華啦 放煙火啦 現在看起來有點點戰機也過去了 坦克也上來了 因為川普覺得說 我很喜歡巴黎 在法國那次看到他們的閱兵 很威武的樣子 所以威亞來感覺一下 這個閱兵的滋味 所以川普他的個人秀 引發了相當多的討論 這個討論不只是說他是不是為了拼他自己的大選 也因此把美國的國慶變得非常有政治位 還包括在G20上面 他包括對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有些像華為鬆綁 但是又跟國務院的態度不一樣 然後看起來整個的狀況一團亂 到底鬆不鬆綁 OK 謝謝這部分 其實對於整個的理解 有關於川普的個人秀來說 似乎都出現了很多不同路線 不同調子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台灣身處其中 到底該如何解讀 那另外不用講 包括在伊朗的部分 美伊的話題看起來 似乎有點點佔於密佈 一度還在擦槍走火的邊緣 現在伊朗的濃縮又不斷地突破上限 看起來似乎要對老美嗆瞎 你是指老虎嗎 還是你要開戰 另外看看美朝之間 如果說川普對於伊朗 這麼的態度堅強 但是對於金小胖 好像就還又不錯 兩個人突然之間演出一個世紀大秀 到底這些話題怎麼解讀 都是在我們今天 懷雨情世界我們相關討論的範圍 很開心的為您邀請到 三位重量級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美歐研究所的研究員 湯紹成教授 湯老師歡迎 大家好 大家非常熟悉的郭真亮老師 大家好 再來的話是江銘青老師 南軍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謝謝三位來參與我們的討論 那一開始我們要談到的呢 就是G20這個話題 那這個G20的話題 因為後續的狀況真的是還蠻多的 大家光是去解讀說 川普他說要對於華為解除禁令 到底真解除了沒 還是假解除 因為商務部上面的黑名單上面還有華為 那但是呢 川普說的算不算 所以很多人說這叫做私人秀 還是外交秀 他自己私人的關係 似乎呢佔據了所有的全部 所以他跟這個整個國務院不同掉 那從哪裡看得出來呢 從伊凡卡 你可以看到伊凡卡這一次呢 在G20當中似乎出現了風頭 那為什麼伊凡卡會這個樣子呢 為什麼一個美國總統去參加一個 國際那麼重要的一個 元首之間的互相討論重大大事的地方 可以帶著女兒帶著女婿 那我們看到呢 其實我們應該看看這個先是 這個背後的電視牆 我坦白講這些男性的 這些國際領導人們 還是有點目不轉睛的跟著伊凡卡 甚至有點流口水 我開玩笑的時候 但是你看看我這個手板上面 這個畫面呢 卻讓美國的很多的民眾跟網友 似乎有點看不下去了 因為這樣的一個場合裡面 倒不是因為呢 是女人看女人不順眼 因為這個場合看起來是有梅伊 有這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拉加德 那另外的話呢 不在畫面裡面的是馬克宏 那他們在討論什麼呢 要討論全球的經濟問題 那但是呢 你會發現呢 伊凡卡也突然出現了 插話 那插話的時候呢 整個拉加德 拉加德現在已經是 歐洲央行的新任的行長了 他突然眼睛有點 不太高興 所以你覺得你好像他這個話不太禮貌 而且呢 講這個話好像也沒有很搭的上這個話題 好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狀況顯示出來的 可能不只是這個伊凡卡個人的問題 而是說到底川普把G20當作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他是屬於一個個人秀 私人企業 甚至是他怎麼樣看待跟國際關係當作總統問題 會透過伊凡卡看得出來 所以先請教一下曾湯教授 就是說從伊凡卡的出現 大家雖然眼睛一亮眼睛吃飽了冰淇淋 但是還是必須要問的是 川普這麼多的承諾 尤其是對中國大陸來說 華為到底什麼意思 怎麼解讀 好 這個我們現在 因為川普現在已經上來兩年多了嘛 那我們可以看看 從他這段時間的這些表現 我們大概可以把它定位成一個 所謂的這個民粹主義者 或者說民粹領袖 那民粹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很簡單 我說我簡單的說呢 就是第一個你反智慧 第二個你反傳統 第三個你反建制 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因為你看他一直都在批評他的前任 歐巴馬 歐巴馬還有前任的前任 對不對 他說他的意思就是說 以前的人都做得不好 我要打破重來 這個是他的一個 這個其實形式的重要的風格 你看比如說他一上來 但是帶著女兒跟女婿出席 我真的覺得有點太誇張 對 所以說 所以說你看他一上來 他說我退出這個巴黎氣候行 等等等等 就是說他的所作所為 包括他把他的家人 來當成這個叫做 國安的這個顧問 或者說白宮的顧問 他自己這個身份去就是了 好 那這種狀況呢 就是按照我剛剛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是要打破傳統 他就說我就要跟你不一樣 那到時候呢 如果說我做出成績來的話 這個東西就是對我來講 對他自己的一種肯定 那所以說他這個 在很多的很多的場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他非常多 跟以往不一樣的 甚至可以說用以往的標準來看 是荒腔走板的這些舉動 譬如說有一次開會 前面有一個小國的總理站在面前 他就把他推開 對 很不禮貌 這個很不禮貌 意思就是說我老大來了 你是不是都還是在擋路 他就這種味道 就是那種黑包廊 好大的這種味道 但是打破傳統是一部分 但重點在說 如果這個所謂的傳統 或者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承諾 是跟他們自己 美國本身國會的態度也不一樣 商務部的態度也不一樣 那這個到底外地要怎麼解讀 譬如說我說好 解禁華為這個事情 我們整理了一些話題 你會不會看得很明顯 包括白宮顧特洛 他說這個部分看起來 只不過是一個 暫時性的 可能會稍微鬆綁一點點 並不是全部 商務部講得更明白 就是還在黑名單上面 那中國大家怎麼去解讀 說到底你是什麼意思呢 那他這個做法 就跟以往的不一樣 以往的是說 最高領導人講了以後就算數了 那他現在這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他很多情況都是這樣 他講他的 那實際上在這個行政機關裡面 他們要怎麼做 好像又不同調 那所以說這一次 你剛剛講的這些狀況 我覺得對川普來講 這個已經是好像家常便飯了 那意思就是說 我就跟你打迷糊仗 看你要聽誰的 然後到時候我再來 在這個裡頭呢 我再來做文章 對不對 會水摸魚 說不定我一下扮黑臉 說不定我一下扮白臉 那意思就是說 他們不同調了 好 所以這要請教正亮 就是說你覺得他是扮黑白臉嗎 因為這件事情 一路觀察起來 至少我們看到那麼多本書 最近不管恐懼這本書 第五風暴這本書 其實就他們的國務院來說 不太有扮黑白臉的感覺 他們覺得好像被川普搞瘋了 所以到底是扮黑白臉 或者說已經慢慢出現了節奏了 其實搞不好也有 這個黑白臉的效果出現 還是說川普完全失控 那就這一次的美中貓野來說 暫時的休兵 到底是不是有解除華為經理 這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關鍵 因為商務部他必須要 維持政策的一貫性 他邏輯要說得通嘛 比如說後來他的解釋是說 只要不設國安 那基本上還是可以暫時出口 請問谷歌的APP哪有涉及國安 那你怎麼用啊 不顯然是沒有嘛 比起英特爾跟美光的那些零組件 谷歌的APP當然 那個國安層級更低嘛 更低 所以我的意思說商務部 他一定要找到理由 來合理化這件事嘛 所以他就說 他還是在實體清單上面 那目前申請的叫做臨時許可 他是用這樣來幫川普還價 那問題臨時許可是什麼 那中方接受這種方式嗎 這不管你接不接受啊 就是說我暫時就讓美光英特爾來申請嘛 那我批准了臨時許可 你就可以出口嘛 那就表示我政府還是維持管控的角色嘛 那川普說他可以出口啊 沒問題啊 是啊可以出口啊 因為商務部 逐漸批嘛 他是逐漸批 所以並不是政策的開放 沒有 不是取消黑名單也沒有 可是我 而且是不是事先講好 也沒有 我認為沒有 對不對也沒有 我是覺得是庫德洛幫他圓啊 他終於找到這個方式來 表示美國的政策還是有一貫性 不然接下來谷歌一定會比照辦理 跳腳對啊 那谷歌要求比照辦理 你用國安的理由你怎麼擋啊 所以他只能夠用說 反正你就是逐漸批嘛 可是 那到時候谷歌會不會允許逐漸批 現在也不知道 你有沒有發現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等於就是國務業可能 就算是事後知道啦 他變得必須要跟著他 不管是擦屁股也好 圓黃也好 去把他圓過來 因為後續還有很多事情嘛 但國會好像並沒有打算放過他 我看國會其實他們認為 這個問題姿勢挺大 而且其實呢 川普不只是說他解除華為禁令 我認為其實他 因為他太個人的風格了 他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譬如說他在這G20裡面 我發現很多人沒有去follow這個問題 在於說 譬如說他們在國防樹 白皮樹裡面 特別定義中俄是戰略對手 但是川普在這G20裡面說 我不覺得我們是對手啊 我們好多地方可以相互幫忙 我們是夥伴 這個對於美國的國務院體系來說 這個字眼 聽起來一個叫夥伴 一個叫對手 你以為只是兩個字 差很多 那個不能這樣對比啦 因為川普講那個夥伴 前面有一堆前提 所以你認為並沒有挑戰 他是說我認為沒有 我認為沒有 事實上美國國會 是根據川普是用什麼理由去禁華為 他是有兩個根據嘛 一個是因為他輸出給伊朗 這個是有證據的 有孟晚飛那件事情 是有證據的 從孟晚舟一路下來 那第一個是他是動用緊急權力 然後就說因為華為牽制到國家安全 所以 所以這兩個禁令 如果他的根據還存在 那當然不可能完全解除嘛 所以川普他講說可以出口啊 這句話本來就不可能成立啦 除非這兩個前提都被推翻 比如說伊朗的違法出口就不算了 這樣孟晚舟也不用引渡啦 不是嗎 還有那個緊急權力 他動用那個1970年代 那個緊急權力的那個法院 他就說你就是有國安問題嘛 那他當初是有講一堆原因的啦 事實上你如果去找他早期的啦 說什麼他們還竊聽啊幹嘛 一整堆嘛 那除非那些行為你都認為不存在 那這部分川普都沒有講啊 對啊 川普就只有簡單講說 啊 華為可以出口啊 那為什麼 所以他為什麼要做這個讓步 沒有 因為事實上 美國商務部官員在 華為被禁令之後 也去幫他找解套了法院嘛 因為他們底下的美商 其實哀哀叫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只要海外製造 他就說可以 他們其實繞了好多彎喔 對不對 一樣的 對不對 一樣賣 對 那海外製造 事實上已經被華爾街日報 爆料嘛 對 那就是說反正已經被發現了 那那個時候商務部也沒有追究嘛 嗯 那就繼續讓他出口吧 OK 所以等於就是說 事實上實質上面都已經繞個彎 繼續在賣材料給這個華為 所以意思是坦白講 進也沒什麼在進了 而且就算進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進 那乾脆就順水人情 就做給了中國大陸 換取他們要買更多更多的商品 不過回不到原點了啦 因為華為也警惕了啦 你華為怎麼可能就這樣 我就依賴你了 這就是傳統新的做事的風格 新的怎麼說 意思就是說是他的這一套 因為我們都是傳統的這一套 就是說上下應該是要合在一起的 應該是一體的 有戰略怎麼樣子 你是最高領導 然後底下的人要聽你的 然後一步一步的來 他就不是這樣嘛 他就是隨性而出 然後底下的人就替他 然後再來 再來這樣喬來 對 所以這就是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到了整個國際大使 就像我們剛剛 就是這樣呢 挽來挽去 反反覆覆 你就不想到底下一步是怎麼樣子 好所以江老師 你是教這個公共行政的 其實就這個一個整個的 國家機器來說 跟這樣的一個有點跳痛失控的 國家元首來說 就算這個Tango跳一跳 跳了三年多 大概摸索出一些節奏來了 但對於其他的國家 尤其作為被他認為是個 最主要戰略對手的中國大陸來說 他大概也默遂一個節奏來了 對 所以他順水推舟跟你說 那我華為經理 我要換你的那個 買我的農產品 因為他要選舉了嘛 對 你多多買我自己中西部的 尋名農產品 我覺得川普覺得我也賺到了 但是 這種大陸顯然不覺得 這樣就好了 他最近追加 他就問你說 你華為經理說要解除對不對 解除了沒 還有 所有的關稅 我不同意你說什麼 不加薪的而已 舊的機器通通取消 這樣才算 我們接下來談判才會要開始 對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也摸組出 這樣那個美美咖咖 跟這段時間來的節奏 所以降得下去 坦白講 中美的談判 還可以期待嗎 不可預測性是所有國家 在互動過程當中最大的危機 其實從金融股市到政治都是如此 川普現在是一人當家做主 把整個美國當作一人公司 我家就是國家 國家就是我家 那你看他的模式其實很清楚 他就是欲強責弱 那麼以身為區 這剛好跟那個屁水箭相反 人家是以區為深 他是以身為區 他要先做大那個面子 還有做大整個局勢 然後從當中再做調整 所以難怪這耿爽啊 不爽的說 如果你要談兩邊要一個deal 那就必須要把現在所有 不是只有三千多億的國家 把舊的要除掉 我們才有得談 是啊 否則沒得談 所以你看其實川普基本上 完全是一個反建制者 反建制者 他在早年大概20年前 接受2020 Barbara Waters 那是非常著名的一個媒體人 現在媒體各個家都在重播 這整個他的自傳 他問到他說 如果你現在破產 因為川普破產了好幾次 他有一次問他說 如果你現在要破產了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麼 川普說競選美國總統 他是把當作競選美國總統當作 是他自己轉為那個重大工具 其實他是做到了 所以他因為沒有受過他的訓練 因此他在那個商業的期待 期許跟商業的氣息當中 他就完全以自己的好物為喜好 他可能把美國總統當作一個名氣而已 這是很可怕 我剛剛講的伊凡卡 過去政壇流行什麼呢 流行女人要整形男人要轉型 那伊凡卡既整形又轉型 來看一下 這是他的照片 這一張不是柯仁頓的女兒 這張是伊凡卡 跟柯仁頓的女兒非常像 真的嗎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Chelsea 對不對 跟Chelsea真的有點像 他們原來是手帕交閨蜜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你確定你沒有拿錯照片 沒有 還有另外一張 before跟after 有備而來 我帶著棉被來 你看清楚嗎 那下巴真的差好多 所以 真壞 真的 你太壞了 你要破壞美中文關係嗎 只要能夠賞心悅目 都是好事一件 我們既往不救 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在美國歷史上 沒有這樣的情況 強悅如希拉蕊 強悅如Michelle 甚至可以看 在美國歷史上 曾經有機會 在選總統 不是希拉蕊 在之前是艾琳娜 是羅斯福的夫人 這三位在美國歷史上 是最強悅的 但都沒有伊凡卡這樣做 總統還有一個限制 可是川普完全沒有限制 他有身分 他白宮顧問 顧問不夠 G20之後 他把那個0拿掉了 因為你自己嫁人 他還有很多身分 他可以說他在中國有做生意 他的女兒會講中文 後面這一段不一樣 後面這一段不一樣 現在不是G20 0拿掉 因為你自己嫁人之後沒有0 G2 這次是美中兩國的秀 在G20之後 蓬佩奧 伊凡卡 跟川普 他們到附近的部隊 去做視察 鋪了紅毯 各位在上網看這次的影片 蓬佩奧不敢走 請 川普他女兒往前走 川普他女兒就往前走 但是他就要旁邊幕僚 覺得不對不對 這是國務卿的場合 所以國務卿再上去講 講完之後 國務卿下來再把 地方給拉上去 你要說他是白宮顧問那次算 那軍隊他算什麼呢 你跟我講 川普覺得以他為榮 他有跟習近平對話 他也在現場 對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其實川普是在替他女兒 跟他女婿拉生意 如果有一天他不在這個白宮位置上面的時候 他那女兒跟女婿 搞不好還繼續跟 跟習大拿做生意 但這個提供 他有申請好幾個商標 是吧 對不對 但是這個提供給多數有心人 都知道說 如果要直通川普的心 透過伊凡卡是最快的 古往今來連包括中國古代的宮廷 其實都很怕後宮干政 或者外戚干政 漢武帝算很強悍了 他要立太子的時候 看他媽媽才三四十歲 竟然有一天直接把他刺死 他問他說我為什麼要死 他說因為皇帝只有五六歲 我要立他做太子 以往後宮會亂都是為母幼 子幼母少 所以用這個理由把他殺掉 這當然是很荒謬 但是在整個傳統的思想上是如此 所以因此你看說 川普等於把所有的建築都反過來 不過我覺得美國 他會讓多數人不知道怎麼辦 對我覺得美國的一些網友 跟美國政論我肯定也受不了 這一次其實你看伊凡卡 其實他還蠻優雅的 很多狀況過去還算是蠻得意 這一次已經開始出現很多的酷手 就是Unwanted Ivanka 就是說礙眼的伊凡卡 就是讓人家覺得很討厭 就是你在哪裡都會出現你 所以他的酷手好多畫面 什麼幾十年前的亞爾達會議 突然間出現一個伊凡卡 然後什麼什麼 什麼硫磺島戰役不是插國旗 也苦手出現伊凡卡 所以你覺得美國的網友 也真的就是說非常的創意十足 但也反映出來 他們對於他們家那個天馬行空的 還按照牌裡出牌的 毫無章法的總統川普 以及他的家人們 似乎也到了某種人無可忍的局面了 其實接下來還有很多 包括像這一次的國慶日等等 還有包括接下來很多的一些貿易戰 其實也都讓他的盟友們 你如果覺得中國是你的戰略敵手 可能還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樣不斷地持續開打 但是我們是你的盟友 為什麼一樣被捲入這個漩渦裡面呢 我們休學了再回來 好 回到懷疑全世界 那麼剛剛討論有關於是 在G20過後 事實上很多的後續還是一樣 漁波蕩漁 尤其是中美貿易這塊主旋律 雖然已經休兵了 但是這個休兵到底換來的 是不是彼此之間可以放鬆大家的戒備呢 然後從此之後 美中之間就攜手共進顯然不是 那不管是川普自己回去 面對他自己國內的問題 到底未來是什麼樣的一個路線上的局面 尤其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我們剛剛講到了兩邊的重新談判 還有很多很多的關卡跟障礙要走 那事實上在這個同時我們會發現呢 其實對美國來說 它這個主旋律除了對美中之間的戰略對峙是主旋律 它的一個關稅戰 貿易戰這個概念更是一個主旋律 就是對於全球 所以我們看到在美中疾病的戰時休兵 但是他對於歐盟突然之間就說他要課稅 也是關稅 要40億美金的關稅 然後還有一個跟我們有關 那就是對越南 我們台灣這段時間不是在講習慣地嗎 說這個因為美中的關係 很多的中國貨就想要借由台灣來習慣地 然後在台灣這邊過一下水之後 欸 沒得贏台灣就出去了 結果呢我們看起來很在意中國來習慣地 結果呢現在美國很在意 越南有很多台灣貨跟韓國貨去越南習慣地 就過了一下水之後 欸 沒得贏越南 然後呢我們就騰騰的就登出了 然後就去享受很低的關稅 然後賺很多的錢 結果呢老美就針對這個事情 要求要課多少呢 百分之四百五十六的關稅 四百五十六欸 不是什麼百分之二十五關稅 百分之四百五十六的關稅 好 一個對歐盟 一個對於台韓 我們不都是很好嗎 我們 蔡英文多挺美國啊 我們不是他的堅強的盟友嗎 那南韓更是 那歐盟也是啊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整個策略看起來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所有的人難以幸免於難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那麼的義不義去跟著 這個美國老大哥 有用嗎 我們有討到任何的便宜跟好處嗎 湯教授 這個就又回到川普的這個 他的這個形式風格 因為他的這種 這個所謂的商人的這個性格 就是讓人家感覺到 你在這個整個的全球 或是說你的美國的對外政策的 這個部分上面 好像讓人家感覺到 你根本就不按牌理出牌 你非常非常的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而且是按照你自己即興的這種創作 來安排你對人家的這個態度 所以說這個東西我覺得 這個就是非常特殊的一種 這個美國的 美國的他的這種總統的領導風格 跟以往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往對最起碼大家還可以預測 就是我們還可以知道說你的形式風格是怎麼樣 你我們以往之間 我們還有些什麼樣的這種情感 或者我們有這個互信基礎 是有這些 有這些種種種種這些因素 來奠定 來成為我們之間交往的一個基礎 可是他這個根本不管 根本沒有基礎 根本沒有基礎了 那所以說呢 而且他還有一個狀況是什麼呢 他是說美國受到了很多的國家佔便宜 當然這個所謂佔便宜的就是 美國的這個入鈔讓人家賺錢了 那就說好這些國家他把它一排 排起來了以後呢 他就拿機關槍全部一起掃射 他不是一個一個來 他是全部來一起來 就像什麼像司機太后說我 我向全世界宣戰 他是這種做法 他的意思就是說你看我現在我老美 我這個美國我有這個能力 而且我自己呢 我有這種這種特殊的這種魅力 我可以全部都一起打 打完了以後呢 我再來看 看看哪一個我還可以 跟他再拉攏關係 你像譬如說日本 他上次不是就去日本 第一個見天皇嗎 對 見天皇啊 見天皇的那個意思 當然就說這個日本是給他特別的待遇嘛 對不對 而且你見天皇跟G20 這就沒差幾個禮拜嘛 這種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狀況 因為日本那個時候就已經也非常了解到了 說你這個人是不可靠的 是 你這個川普是不可靠的 那不可靠的 所以說他跟中國之間的這個關係的改善 也是有很嚴重的這個影響 就是因為川普 對不對 因為你不可靠 所以說我必須要跟 所以我就要自己找一個地方靠 對 我自己要找出路啊 我不能說完全靠你美國老大哥 所以剛才湯老師特別講到說 他的特色在於上來之後呢 不可捉摸 反見智 但是其實他的不可捉摸已經變成一個常態了 所以他其實不變的就是他的多變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有某種節奏 所以站在這樣那個狀況底下的話 你看他對日本也是一樣啊 他跟日本人要談FTA 他一時一定要跟他算賬 什麼這個 軍費我也給你少拿了很多啊 你是不是應該還我一點啊 就是他很會算 所以站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包括台韓他都算了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跟他算一算呢 那你有沒有這個成本啊 你有沒有這種本錢啊 對不對 你有本錢 像這個金正恩 他有本錢啊 他就說我就可以跟你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意思就是要核武才有本錢就是了 我就可以 對啊對啊 不一定啦 就看你這個 比如說你這個比較小的這種 這種國際勢力的話 那你就要看你有沒有 你耍得開耍不開嘛 對不對 那你金正恩你耍得開嘛 你就說比如說我用這個核武來跟你耍 那你現在你台灣你有什麼本錢 沒有本錢啊 對啊 現在因為你是一面倒 倒向美國老大哥 那如果說你左右逢源的話 那當然我們是還有一點本錢 對不對 那你現在根本沒有了嘛 那就完全你要聽美國老大哥的這個 他的意見 是啊 我覺得這一次台韓這個事情 是真的有點點尷尬 因為台灣都籠罩在這個總統大學的氣氛當中 沒有很去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過去來說的話 剛才湯老師出的很重要一點在於說 我們一直認為說左右逢源 美中之間的一個等距關係 是台灣最具有我們自己台灣利益的一種做法 但是蔡英文總統選擇了不一樣的方法 那所以她一路的跟著這個美國 所以我們也認為說好 如果是用這種方法的話 那她如果給我們一些利益 就是說過去的歷任都拿不到的 那因為我們這次特別的跟隨你 所以呢就特別的照顧我們 也OK 某種種類也OK 但問題沒有啊 就沒有 好所以呢當台韓這個部分 我們講到包括連習慘的這個事情 你不希望中國的東西從我們這邊過去洗殘地 我們都乖乖的幫你封殺這個封殺那個 結果呢 你既然說我們去別的地方洗殘地 然後要課456%的 所以 你不覺得我們突然間有點像個 傻傻的小跟班 就是說 你替她這樣子 就是五體投地任勞任怨的替她做 你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要我怕罵她 不是這樣 對 所以是怎麼樣 美國商務部一定有一定的證據 OK 因為它是針對鋼品嘛 嗯哼 比如說台塑 合進的鋼鐵 是 它有百分之十的鋼鐵原料 就是從中國進口 嗯 那我們台灣有很多小的鋼鐵廠 去越南做加工在出口 對 那那個原料也是從中國來的啊 嗯哼 所以美國不是亂做事的人啊 你不要誤以為川普可以亂做決策 不是的 我相信但是我所謂的 因為這種現在貿易 所以他還是在打中國嘛 他還是延續在打中國 那他就隨便打到我們啊 沒有這次 誰叫你要去越南用中國的原料呢 你如果台灣跟韓國的企業 那你好歹 我們是你的好朋友 你好歹手下留情 他不是這樣看啊 他是看原料是從哪邊來嘛 所以真的你要說 所以意思就是說 凡事要斤斤計較 斤打氣算了嘛 對不對 因為他這樣子算 我們應該這樣子算啊 那我們這樣划不划算 那你 他事實上對 之前台灣的鋼品就有 已經要抵制了啦 那時候蒸的稅大概是不到100%啦 那也是因為我們用了中國的原料 那因為我們很多原料都來自中國啊 那以後的話 不是更多東西可能都會遭到幾句呢 他也不是全面蒸啊 他也只針對鋼鐵這一項在蒸嘛 那所以你以為他是怎麼樣子的 我就說 那我們要用 怎麼看他 他今天如果蒸鋼鐵 那下次會不會蒸別的 那為什麼他蒸鋼鐵 不知道 可是就是說他為什麼先選鋼鐵 因為鋼鐵明顯是傾銷嘛 因為中國的燈子比較便宜嘛 而且便宜非常多 所以導致美國大量的進口 都是中國的鋼鐵製品嘛 這是現實狀態嘛 那另外一個 比如說他為什麼去打歐盟 對 那個都是算過的啦 為什麼他是去打空中巴士 對 就Airbus跟這個嘛 他為什麼說你有百分之一的研發預算是政府補貼嘛 那因為最近波音出世嘛 對 就73C Max那個系列出世嘛 那他波音在西雅圖倫選民就好幾萬人了 所以他都是算過的 你們不要以為川普是瘋子 你們這樣理解太簡單了啦 就川普絕對是每一個項目他都算過了 比如說墨西哥 墨西哥他也是橫打立刻就後退 然後墨西哥就來讓步啊 因為他就認為墨西哥一定會跟他談出一個 deal 所以這反正就是我要講的 他是算過的啦 我就是認為他是算過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這樣傻乎乎的跟著他算過的路 然後去走他 他要我們去吞這個我們就吞這個 他要我們去打那個我們就打那個 那到頭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算一算 我們得到什麼 因為你沒得算啊 所以我們需要那麼的卑微嗎 因為你 台灣確實就是這麼卑微 因為你如果跟中國關係太近 你的原物料從那邊用 或者說你的廠商從那邊輸出 不然台灣不會有那麼多的公司 會撤離到台灣嘛 對 他就怕被瞌睡嘛 但我真的想問你 就站在台灣那裡講 我們是不是真的只有一套方程式 我們真的算不過嗎 就是這是一個最好的算式嗎 這個算的方法 真的是最符合台灣利益的嗎 還是說為了符合 某些政黨的政治利益呢 這個你要有成功的例子啦 當然如果有人做成功 我們也非常期待啊 OK 江老師你看看 你覺得呢 2020喔 1月11號如果有機會 政黨的東西就可以實驗一下 現在當然只有蔡英文的方式嘛 那蔡英文當然他用鞏固他的政權 而且過往在兩岸有交流 跟台美也有交流的時候 這樣的方式 有很失敗嗎 台商撤回台灣跟蔡英文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台商撤回台灣 他完全是自己 台商撤回來 真的是被逼迫 對嘛 這跟蔡英文沒有關係 所以總統 蔡總統也不用太過高興 他現在政策其實 完全向美國傾斜 我認為那個風險很大 川普你看他 雖然說什麼精算計算 我認為就四個字評論 欺善怕惡 那川普怎麼對你呢 就看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遠 如果你夠像金正恩一樣 他就怕你嘛 伊朗也是一樣 他現在等一下我們談到了 他的誘的存量很多的時候 他就計算一下 他這樣滑不滑的來 所以我覺得回過來看 我們現在如果台灣自己的發展方式 現在套一句天龍八步來說 蔡總統現在的對話方式跟經濟 就是東協 西獨 南地 北蓋 東協就是向東傾斜嘛 完全像美國傾斜啊 西獨就是你面對大陸的時候 你就用獨立啊 主權啊 法理啊 文化 柔性態度對他嘛 南地就是南向政策我們多委屈啊 因為為了讓南部南方國家的人 到我們台灣來補貼補了很多 把自己當小弟啊 對啊 花了幾千億的預算 對 王北 王北你說跟日本多好 其實也沒那麼好 你說跟安倍 弟弟跟安倍有怎麼樣 到最後他們還是國家立位至上 所以不要亂蓋了 所以這是天龍八步來使用參與最好的 東協 西獨 南地 北蓋 可是問題是我們應該還有選擇 更多的空間才是 川普他雖然不可靠 我倒認為了 其實都有反應 湯老師跟鄭亮兄都是這個政治學的專家 我從大學到現在也都在念這個 制度形成論最重要就是大家有一個規矩 我們說天行見君子自強不齊 自強不齊 如果九大行星 現在八大行星當中 有一個行星隨便亂串 你認為我們還活得安穩嗎 沒有人活得安穩 所以美國人現在你看 最近回到未來很出色 他們做的固執這最近最流行的 他們就跟那個 Find a job 對 老博士跟那個男主角講 你一定要回到1945年 找到川普他爸爸 給他一個保險套 讓他不要生出這個人來 這美國人現在對川普已經覺得受夠了 當然他在計算他的選票 我認為他可以去做計算 但是他沒有那麼厲害的鄭亮兄 他如果這麼厲害 他不會一天到晚破產 他現在是等於拿200多年美國 底子厚的國家 拿來到處亂撞 因為前面累積了200多年 給他很好的基礎 他今天才 今天就這樣去撐 大家要算帳 其實算不完 全美國之所以能夠享受到 用最低廉的價格 享受全世界最好的產品 難道不是因為他的貨幣寬鬆 他的流動性最強 他發生這麼多貨幣 然後讓那貨幣流動在外 他可以享受這麼好的生活 如果現在他拿槌子亂打 最後打到自己 是自己 國家的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要講說其實大家都在算 那尤其當川普他算的方法 一切都是以利益來計算的時候 那過去我們也不要講什麼道義啦 什麼盟友啦 過去有什麼多少堅持的基礎 這種東西也都不要 所以我們也就應該要去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怎麼算 過去就是說好 你把這個過度的這些貿易 這個部分可能放在中國大陸 有點擔心失衡 所以應該分開 分在不同的 雞蛋分在不同的 我覺得OK 方法也很好 但是你怎麼分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目前來說 因為南向真的坦白講 目前沒有南向 而且事實上就南方來 我們並沒有太多的 東西可以去過去 替我們增加太多的一些利基 所以我們一路的跟著美國 所以大家都在算啦 就對我們自己來說 我真的覺得要好好思考 那我們要講另外一個就是說 真的大家都在算 而且不只是說 大家都算自己的利益 日本在算自己的利益 南韓在算自己的利益 印度啦 菲律賓啦這些國家 都在算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們也有都採取了 跟中國大陸若干之間的 一些必要性的互動之外 還有一個 整個拿關稅跟貿易 作為手段跟籌碼 開始去打一些外交戰 這也開始成為一個 新的流行的 我們要講的是日本跟韓國 所以日本跟韓國 就在美中在打貿易戰 他們也在打日韓的貿易戰 目前看起來狀況 其實有升高的態勢 因為我們要知道 日韓之間的話恩怨情仇 雖然台灣跟日本之間 也是非常的千絲萬縷 但是台灣很特別的是跟日本 有某種程度的情感 但是韓國跟日本 這個叫情仇 更多的是情節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日本他們對於韓國 因為過去二戰所遺留下來的 勞工賠償 他們都說叫勞工 我後來仔細看 那個根本叫做強制徵工 就是說同樣被殖民 台灣也很多 被日本拉夫 去強制的去做什麼樣的工人 那我們沒有太多的要求 但是韓國要求賠償 雙方這個賠償談不攏 然後日本就說好 那我這些相關的材料 你的韓國半導體很需要對不對 我不給你了 所以呢 現在美中之間有黑名單 日韓之間有白名單 以前韓國都放在日本的白名單裡面 我給你優惠 別人都要90天 你不用 現在呢 要了 所以現在呢 韓國啪 就是被他咬住了 90天 我的存貨根本不夠4個月 然後怎麼辦呢 好所以現在呢 韓國不高興了 他們呢 財政部長出來說話了 就說我 要你取消你這樣的一個做法 要不然我要報復 然後呢 目前韓國開始出現了一些 反日本的聲音了 要抵制日本貨 要求他們的韓國政府運起來 等等等等 好所以呢 這是目前日韓的貿易戰 正在燒起來 它會怎麼樣發展 因為可能不只是說 因為相對規模當然小 比起美中 但是問題 日韓之間 半導體跟台灣有關 很有關 所以張良良 你對這個方面非常熟 我們會怎麼樣被影響 其實它第一個 就衝擊到蘋果的供應鏈 是啊 所以紅海啦 所以我不認為會 這個事情會扯很久 美國一定會介入 因為兩個都是美國的盟幫嘛 不過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絕對不是只有 可是美國介入日韓 介入很久了耶 也沒成功過啊 有婷婷就是 有好一點點果 也沒有真的解除嗎 我覺得它會逼 做對某些事情做讓步啦 比如說這件事情的起源是政治嘛 比如說曾用功 你剛剛講的 對 那日本就認為說我1965年已經處理完了 嗯 沒想到最近韓國兩個法院判決 都說你要賠償 什麼中林 什麼三林中風啦 對 跟什麼 我覺得這個就是美國可能勸日本說 你就多少賠一點吧 我覺得會擺平 真的嗎 你覺得會擺平嗎 因為之前也發生過很多這種事 可是我記得你記不記得 而且那時候還說要美日韓 要三邊要坐下來談 結果後來也沒談 大事都談不攏 對啊也沒談 這個叫小事啦 可是連動到蘋果供應鏈 這個對大家都傷 因為三星 三星就是蘋果供應鏈非常重要的成員 那之前事實上結院很久了 還包括川普去韓國的時候 他還故意用獨島的蝦 有有有 所以日本人看得非常火大 對對對 獨島蝦對不對 還有WTO的那個福島食品的訴訟 對 那韓國這樣二省贏了嗎 韓國勝訴嘛 日本敗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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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多啦還有衛安婦的談判 對他找那什麼金融書對不對 那本來 他坐上國宴 坐上國宴 而這個事情本來是 普警惠的時候 就已經答應日本了 結果文在寅上來之後把它推翻了 這就是我的意思啊 日本跟韓國之間的恩怨情 這樣子啾啾咯咯 殘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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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幾十年 你覺得川普介入真的可以讓他 我就看你事情的大小 像衛安婦我認為無解啦 那個是根本性的 可是你這個只是錢的問題嘛 而且真的 就是起源於真用功那個判決嘛 對啊 那這兩個判決就是日本你就認了嘛 就賠一點錢啊 凡是用錢能解決問題 都不是大問題啦 是嗎 所以你也覺得 所以我們不用太擔心 因為目前看起來的話呢 因為你的材料送不去韓國 韓國的半導體的鄰近出不來 我們就沒辦法組裝啊 他不是不送啊 他是要省90天啊 省近很久啊 他的褲腿也沒那麼多啊 四個月 對啊 事實上這個中美貿易戰有時候也是90天啊 180天啊 那後來還是緩解啊 其實變來變去很 所以韓老師你也覺得嗎 這很快就會緩解嗎 對 這個我覺得還是 日本可能還要自己多考慮考慮啊 意思就是說因為這個歷史原因 歷史的這些災難是日本人造成的 那所以說呢 你得要看看說到底現在韓國人的這個 態度到底是怎麼樣 你說現在新的總統上來 文在寅他把那個蒲警惠的推翻了 那當然他受到的壓力嘛 當然 他當然這個壓力太大了嘛 他沒辦法嘛 那蒲警惠當然那個 那個情況是不一樣嘛 那所以說那現在等於說是一種新的 這個等於說這個 舊仇加心恨 心恨加舊仇 這樣一起燒在一堆 那你燒在一堆的話 那當然這個有一個 這種好像這個高峰期 意思就是說他這個燒到一定點了以後 我想大概 雙方都也還會退一步 不過我倒覺得說日本應該到 應該採取一個更主動 更積極的態度 他會不會是因為今年秋天要選舉啊 當然啊 他現在當然都是 他如果要自己摸摸鼻子吞回去 他幹嘛要發動啊 秋天不到四個月啦 對 你是說秋天過後 我們忍四個月是不是 我跟你講現在呢 我看到一個輿論的調查 現在韓國反日的有百分之六 那日本反韓的有百分之六十三 那你怎麼敢冒這個風險 是啊 選舉權你不可能去示好 我覺得很難 對 對嘛 是這個意思嘛 所以日本明明知道說 搞不好 因為美國老大哥出來悄悄 他還是得要吞回去 但是他就是強硬這四個月 對 就夠了 拖一陣子 秋天後就決定了 簡稱秋絕 簡稱秋絕 那聽起來像我們的選舉期間 有人特別硬 剪刀槍要特別用力 政治秋絕 這沒有辦法 民意就是這樣 好吧 所以呢 我們一方面在講的是 很重要的國際的縣市 但是呢 比權力的同時呢 各自內部的政治情勢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關鍵的變數 包括日本 韓國各自的選舉 包括台灣的選舉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回到懷孕全世界 我們接下來關係的話題 也是跟川普有關 但是這個跟川普有關的 兩邊的態勢看起來呢 發展就非常非常不一樣 譬如說美伊 在一兩個禮拜以前 一度這個就是說 即將要開戰的感覺 這個開戰前十分鐘 說是川普突然間喊停 所以但是呢 目前還在一個緊張關係裡頭 那伊朗呢 也就不斷地提高他濃縮又的 這樣一個限制 甚至目前已經超過了 當初呢 核協議的濃縮又的 這樣一個 算是天花板的範圍了 所以他等於是有點 故意的要給你試試看 看你怎麼反應 但是呢 川普在這方面 看起來一副要開戰 他在朝鮮半島上面 面對另外一個呢 也是擁有核武的金小胖 哇 突然之間的心血來潮 結果在G20當中說 咱們見個面吧 發個推文 結果對方竟然說 好好好 我們就見面吧 就見了 所以你就發現說 對川普來說 真的是 唯一不變的就是多變 就是說他當然就是 話題不斷 我相信就媒體圈來說 非常喜歡這個總統 因為真的話題不斷 但是呢 就跟他去往來的這些 不管是國家機器也好 然後呢 國際之間的這些 有人也好 這些國家也好 真的呢 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他的標準 從來都不一樣 可是到底該怎麼看呢 目前呢 川經會兩個人呢已經再見面了 但見面之後到底代表什麼 他可以緩解半島的緊張狀態 他可以促成半島的和平嗎 但另外的話呢 伊朗的狀況 他卻不斷地去增加濃縮幼的情形 那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呢 鄧老師你怎麼看 這邊我發明一個這個理論啊 叫做這個毒番茄理論 毒番茄 所以毒番茄的意思呢 就是說一個番茄 如果說你要把它打碎的話 那個番茄是會噴到你頭 噴到你臉上 而且那個有毒的話 那你就不敢打了 那所以說呢 現在這個川普啊 他跟這個金正恩見面 我倒覺得這個是神來一筆 對啊 神來一筆 然後呢空前吸金 意思就是說 我在G20那邊 好像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斬獲 界面也好 不是我說 在他的G20的時候 OK 在G20的時候 因為他對中國讓步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他並不算是一個大贏家 那可是他現在 這來這個神來一筆啊 他變成大贏家了 意思就是說 你看看 但這個贏很虛空啊 是很虛空啊 沒錯啊 他就創造這個氛圍 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好像 有一陣子沒見了啊 前一陣子 不是吵得不太愉快 是 可是呢 我現在把創造這個新的氛圍 這個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 你也就不需要 再來有一些什麼樣的 這種比較 這種突兀的這種動作了 那這樣子他當然 他回去國內 好交代 當然啊 他就對他來加分嘛 而且他因為他國內 現在給他的壓力很大 你不要講別的 你現在這個民主黨 這個六個候選人 就前面六個 絕不贏他 那你說他 他當然要創造話題 他要有這些 這些動作 但美國人真的是 對於他跟這個金正恩兩個人見面 是真的有這麼 這麼買單嗎 不是說買單 意思就是說 你起碼你把這個氛圍 你創造出來了 弄得好好的 那至於說下一步要怎麼走 那起碼你有了一個這個 一個小小的一個基礎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流行 您原首見面 對我補通一下 他剛剛講的是 毒番茄理論 毒番茄的英文 就是我們中文的國罵 TMD 是不是 Tomato 你是不是在罵他 不是 基本上他跟金曉胖見面是不是新聞 是 當天他們見面不論是CNBC 對 CNN 還有Bloomberg 幾乎都是同步 同步 我看他們兩個見面在講什麼話 兩個人當然中間還有翻譯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他不會是突然間見面了 也不是說金曉胖沒事要看推文 中間本來就有人穿這支引線了 我們後面等一下會談到 他不是寫了一封信嗎 那個時候還想到說金曉胖看了 Beautiful letter 對 看了就覺得 像情書一樣 各國都是這樣的 可是跟川普這個人相交往 我覺得跟他談戀愛會很辛苦 這個人喜怒無常 如果是跟他談戀愛 就是步步求生隨時可死 只有今天沒有明天 跟他當朋友 就像我剛剛講說 跟我們那個天行劍君子 不想不惜一樣 如果一個行星到處亂撞 地球早就毀滅了 所以我認為 這樣子還是非常不可靠 這件事情我認為中間有貓膩 不會只有這樣見面 一定有人中間穿這引線 那是誰呢 我們稍後分解 稍後分解 好 稍後分解 來 這邊就換到正亮 稍後分解有在穿這引線是習大大嗎 一般傳聞都是中國 一般傳聞 所以這裡就反映出來說 美中貿易當中 為什麼會有送油 因為習近平去 川普需要 國事訪問 這級別很高 對不對 他這招厲害 事實上美中貿易跟朝鮮問題是連在一起 是啊 這是組合權嘛 對啊 那一個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這個就不可能像壞的方向發展 這是整體 習大大那個突然之間在他上任以後第一次造訪北韓 把他落在一個中美當中 之前 對 就是一個好奇嘛 當然是啊 對不對 而且這個都是江湖傳聞 比如說川普就答應說我不爭心碎 所以習近平就來了 這個是不是有一個默契 一定有 一定有 那川普又進一步勢力多 我覺得這個他國內應該不知道 就是暫時可以再出口給華為 OK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所謂的個人式的元首外交 就是 而且中間越來越多那種戲劇成分 因為我覺得川普太喜歡那種 Drama 就是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元首都跟著他去 現在都很喜歡那個元首跟元首見面 然後要去創造出這種話題性 有人家是第一強國沒辦法 他吃老本 這張明星兄剛剛講的很對 他就是吃老本 吃老本 他老本大嘛 所以吃不完就吃了嘛 我覺得川普那個 對華為暫停禁止出口 這個是出乎美國鷹派的意料之外 對 目前看來是這個 對 因為這個 不是在劇本裡面 是他回應記者的時候就突然講出來 是啊 所以我才會質疑他的可延續性 他到時候會不會貼到一個鐵板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方急急要他說 你告訴我到底有沒有取消 因為他們就怕說你回去 碰到這個整個的這個體制的反彈 他又說回來 我就再看 對不對 再看 雙方都有點這樣 那雙方因為也跟萊特希澤接觸過 那也知道這個是狠角色 那如果國務院沒有弄清楚 那你講的這個是能落實嗎 就是啊 當然是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川普在跟伊朗之間好像也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就很好奇 他那個最後突然之間喊停 說本來要開始喊停 他到底是跟五角大廈之間演這一場戲 還是說真的是彼此之間是一致的觀念 就真的是到了一個戰火邊緣了 要不是我川普的關係 這個伊朗就已經是在這個烽火當中了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全球英被打下來這是很大的事 對啊 那五角大廈一定要SOP是要做反制嘛 所以我是覺得他回擊動作應該有部署啦 那只是說 川普就說他很提的嘛對不對 我覺得後來可能是發現一些狀況啦 比如說全球英據說啦 據說是伊朗用他的電子導航把他吸引到境內 他控制了他 這樣子 所以他是在境內被擊火 是啊 是是是 那境內被擊火你有什麼話說 對啊對啊 你不能夠說是域外被打 那他又 現在有這個能力把你吸過來啊 沒有已經發生過了 這是第二次 那表示他 坦白講他的電子作戰能力也有一定的本事 OK 然後 人家還給你展覽 你就沒話講了嘛 對不對那 所以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啦 就是說伊朗也 真的滿強悍的啦 所以他後來不就是說 我就超過那個核協議那個 對啊 但你覺得他超過核協議的那個標準 是給美國看還是給歐洲國家看 歐洲 對 對 來喬美國回來啦 沒錯 可是美國也很兇悍啦 比如說 今天英國不是在直播樓頭那個地方 沒錯 把他的郵輪給他 對對對 很多人都認為是美國支持的 這樣子嗎 就還是硬對硬 所以看到現在你怎麼講 因為當開始美國單面退出的時候 其實歐洲國家算是挺伊朗的 對 所以這一次英國 除了英國之外 真的嗎 當初就有除了英國之外嗎 所以這次英國願意接受 美國的那個去攻擊伊朗 我是有點驚訝 所以這樣子等於是伊朗這一週 玩不了囉 還有哪些國家會在他那邊 不是 我覺得伊朗也是個毒蘋果 意思就是說 一個毒番茄一個毒蘋果 他自己一意孤行的話 整個中東一片火海 而這個東西對他要來馬上要進行選舉 是絕對不利 就是啊 所以說他也頂多只能擺一個姿態 所以在目前的這種情況下 你說你要對伊朗你要來硬的是 絕對行不通的 所以我所謂來硬的就是來報復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那個油輪的那個問題 對 油輪的問題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水雷 第二個說法是無人機 那如果是水雷的話 那這個東西大家搞不清楚到底是誰 那有可能是伊朗 也有可能不是伊朗 可是你這個無人機的這種情況的話 那絕對不可能是伊朗 那就變成說你美國是自導自野 這種機率不是沒有的啊 是這樣子 這種機率不是沒有 因為以前打這個越戰的時候 美國就就在那個 你講的是前面阿曼灣那一段 對 不是直播羅頭這一段 阿曼灣那一段 沒錯沒錯 我再來講 極若穎的無人機 無人機會不會就是故意 就是我懷疑是因為知道自己 他剛剛講那個也可能有這個 到底你這個是在國境 在你的領空內還是領空外 直播羅頭那個是英國直接去把他攔下來 要說他要給蓄利亞 對 那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現在是講這個前面這一段 所以我說意思就是說在這一個地方 這等於說 你就是在一個恐怖平衡底下 你動也不敢動 你想要動你也沒辦法動 所以他只有說走旁邊的這些道路 那美國當初沒有想到這個局面嗎 就你又不能夠去真正動 然後你現在 他的做法就是 當初又要開始 叫做極限施壓 意思就是說 我先把這個態勢擺出來 搞不好你就已經投降了 那顯然伊朗就吃這一套啊 所以說了嘛 那人家如果不吃這一套的話 那你這個就 可是伊朗過去都不太吃這一套的啊 那對啊 那可是他的做法都是這樣子啊 對啊 可是美國 就是川普的做法都是這樣啊 你想想看 他如果說在這個G20之前 他的這個做法 如果說是對於日本的話 你說日本會不會投降 他說你不來 你不來我就加水 就像這種口吻 日本可能比較會去這一套 所以說了嘛 那你說伊朗向來不是一個 對啊 那所以伊朗也是這種類似的情況嘛 那所以說他的這種所謂的這個極限施壓的這個做法 現在碰到伊朗也是碰到鐵板 可是他事先沒辦法 他碰到不吃硬的 中國嘛 歐盟嘛 伊朗嘛 現在連越南都不太甩他 現在要搞越南嘛 那服軟的就是墨西哥嘛 還有日本 那這兩個國家真的沒責 台灣他是還沒動手 台灣根本不需要到動手 好 所以我最後一個問題是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伊朗的部分怎麼辦 就是他又打不下去 又吞不進去 然後就讓伊朗 那伊朗就不斷的揚言 然後他就 然後呢 然後可能就是公出國際 所以就轉到朝鮮半島去了 川普通常都是這樣子 雷聲大 雨點小 大家發現你只有打雷嘛 那伊朗這些人其實都一樣 屋前都聽不到 就沒問題了 你在怎麼打雷就是鴨子聽到打雷 可是我覺得 整個國際政治不是這樣搞的 這也許我們是比較傳統的那種 教科書理論 不論是依賴理論 衝突理論 或者是統合理論 我沒有看過川普這種理論 他的理論就是沒有理論 可是這樣不是 他現在拿全世界最強 底子最後的國家 把自己當雷神索爾 他手上那個槌子就是關稅 到處亂打 就是這樣 看到什麼就打什麼 他會把整個世界秩序都打亂掉 我倒覺得其他現在開始碰到鐵板 那我就回到看世界以後 要回到自己的國家來 那我們國家怎麼辦 難道就跟著他起舞嗎 如果真的這樣 我覺得非常危險 你跟在美國跟在川普的後面 他緊急煞車你可能撞到他 他可能打右轉燈 就往左轉 結果我們撞下去撞到懸崖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如此 所以看到這麼多 剛剛提到說 伊朗如果提也是一樣 伊朗就不甩他 其實伊朗現在還沒到300公斤 6月26號他們檢查最新的 伊朗3.67%的濃縮釉 是297公斤 還沒到嗎 還沒到 還差3公斤 那我就看那個底線嘛 差3公斤 你要怎麼樣 看川普怎麼樣 他現在把英 法 俄 德 中 通通拉進來 就美國除非能夠請他們 讓打群叫的方式去要求 我自己打不 沒有辦法讓伊朗就範 那我現在把你們這些都拉起來 你們要不要幫助我 其實川普到最後就是這樣子 對啊 但是很強悍 伊朗也在拉這些國家 我覺得川普有沒有多強悍 他的強悍是因為美國底子太厚 任何人到的位置上 都可以這麼強悍 而且伊朗沒有違反核協議嘛 對啊 目前沒有啊 而且他3公斤未來可以這樣 0.1 0.1 0.1 像慢慢加 不過剛剛講的那個重點 我們要想看我們自己內部 怎麼樣面對這個局勢 美國國內也在思考 還是怎麼面對這個局勢 因為 這個川普不但是在國際之間 大搞這個天翻地覆的個人秀 他在美國的國慶也是這樣的搞啊 所以我們休學了 再回來繼續聊 好回到環宇全世界 那接下來我們要聊的話題呢 事實上呢 川普不只是在全世界搞的天下大亂 他在美國裡面也是一樣 因為他的選舉是真的明年就要開始了 他也正式宣布他競選連任了 而且重點在於說呢 前一兩個禮拜呢 民主黨呢 也一字排開20個候選人分兩個T4 哇那這個政勢真的是非常的嚇人 那他們的辯論會呢很精彩 但重點還在於說呢 雖然看來20個人很多 誇張的是 總有6個人都超越川普的支持度 所以對川普來說當然壓力很大 所以你會看到呢 就在這個剛剛過去的 美國七四國慶日 哇這個川普做了一些呢 過去歷任的總統 至少在這過去的幾十年裡面呢 很久很久沒看到的就是閱兵 不但閱兵他在發表演說 那閱兵發表演說他選在哪裡呢 選在對美國來說 向來具有相當全部和平意義的 林肯紀念堂 你如果看很多電影 你會看到這個非常巨大的 林肯的雕像 林肯是一個在南北戰爭止歇的時候 他是一個非常鞠躬絕尾 那個時候的一個領導人 也因此放著林肯的雕像 相當程度代表的是 美國他們記取了過去內戰 這樣的一個教訓 所以他希望是和平 但是川普選擇在和平的意向前面 演講 然後閱兵 所以這個其實有點諷刺 湯老師 所以你覺得他就是只是 就是自己爽一下而已 就是覺得這個非常的熊揪揪氣昂昂 還是說他有任何的政治意涵 我閱兵喔 所以呢 南太平洋 南海哪裡 是不是也不要小看我 美國囉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況 因為當天是美國國慶 對 那這是一個國家的慶典 這樣子的話 我們一看這個川普的這些 他的這些表現 讓人感覺到這個到底是美國國慶 還是川普國慶 這個很奇怪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等於就是一個個人秀 個人秀的目的 當然就是為了選舉 是啊 我想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負評 意思就是說你這樣子想要加分 反而扣分 到底你這個東西你滑的來滑不來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有一點就是 好大喜功 而且呢作秀過頭 你做過頭了嘛 對不對 你還把坦克 要把坦克開到那個什麼 那個廣場上來 這個東西你就是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在作秀 如果說你是真正的一個傳統式的 這種 那種所謂的月賓典禮 像譬如說法國 法國經常搞的 對不對 他有這個操練啊 什麼提升部等等都有 那這個東西也都還好 因為這個東西大家都也都知道 也都習慣 可是你不是 你就是你弄幾架飛機 在上面飛一飛 然後呢你開了兩部坦克 開了那個廣場讓人家看一看 我覺得這個東西也就 一方面你給人家感覺是說 你並沒有做一個很好的準備 那另外一個方面呢 就是說你這給人家的感覺就是在作秀 對不對 那所以說這個整個的整體的這個感受啊 可以說讓很多的人會覺得說 非常非常難以接受的 可是不要忘了 他的支持者啊 我們就喜歡看這個 他就喜歡看這個秀肌肉 美國重新偉大 對 是不是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非常的兩面化 意思就是說他為他的這個 自己的本身的支持者 可能讓他們吃了一些這種興奮劑 覺得你看我們這個美國 又是這個再度強大 對不對 那可是反過來呢 在另外一方面呢 這完全是相反的效果 我覺得最近全世界的政治潮流 我坦白說 包括美國包括台灣 我覺得都很有這樣的一個 的跡象跟趨勢 就是說 以前的每一個總統都希望在 就是我就算知道自己 我有比較固定的所謂的票倉 我對其他的這一群人 也會稍微的顧慮他的感受 或是自己想要拉一拉他的選票 現在越來越沒有 現在越來越驚慰分明 我就是討好我的選民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那你覺得不舒服 那你就不要看啊 我覺得有點這種感覺 所以你看 不過我覺得川普 會不會是因為先前 前一兩天 當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很多批評了 包括他在這個整個的上面 還給你搞一個貴賓區 好說我的金主 我的朋友 我的選區的這些通通來 你們位置特別好 可以這樣欣賞戰機啊 這個坦克啊什麼的 就是他罵得不得了 所以他的演說這一次 本來大家都以為 他會講一些政治性的 選舉性的語言 發現還好 我看了很仔細看 沒有還算是一個 讓我們Great Again 什麼之類的 還可以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稍微收斂一點 否則的話 他真的就是愛幹嘛就幹嘛 美國沒有閱兵的傳統 對啊就是沒有啊 所以大家才會批評啊 所以他這個一定就是一場秀 因為正式的閱兵 起碼要準備個幾個月吧 像中國那種閱兵 大概準備半年以上 超過 所以他這個就是一場秀 所以你不要太重視他 但是我看美國內部就是 他就是 本來就喜歡他的人嘛 因為軍方本來就比較挺共和黨 軍方嘛 你說軍方挺共和黨 就四個海陸空 跟那個野戰都不出席啊 對啊 你去閱你的兵 Sorry 我要放我的架 因為人家還是要捍衛軍方的傳統 對啊 軍方力主他出來閱兵 我知道啊 可是 我覺得現在美國要討論川普的缺點 不會集中這一點 因為他其他缺點太多了 所以就隨他去了就是了 因為這件事情也沒有多大的傷害 就是他的秀嘛 可是他有一些政策是真的會傷害到一些 比較辛苦的人啊 國號說回來 他這一次其實是 改寫一下美國的歷史 因為美國的國境啊 他們用的錢都是從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 大概都用兩百萬美金 過去這十年二十年都是如此 他就是一個像Festival 對 加年華 對 那這次川普是花了250萬 還是從公園管理局 因為這些都門票收進來 然後呢 其實錢很少 搞閱兵 大概七千八百萬 但是還是搞閱兵 可是這一次也是有史以來 美國在國慶上面 有那麼大規模的遊行去諷刺 去荒謬化現任總統 沒有 你看那個所有東西 他們說 Baby armed is dangerous 換成中文就是 小孩玩大車非常危險 那他蹲在馬桶上 然後躺在什麼地方 沒有穿衣服 他穿衣服基本上沒有人想看的 但是他就把他荒謬化 把他又肥又腫 跟他女兒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其實當一個正人物 開始被貼標記 開始荒謬化的時候 其實剩下很大的危機 就不但沒有得到神格化 英雄化的一樣的禮戰 然後開始荒謬化他的話 你看現場一半一半 所以就是所謂撕裂的美國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整個國際局勢 就是這樣子的走法 就是每一個國家內部 是真的都非常的尖銳 不過剛才正亮我講的一點就是說 可是可能美國內部更在意的 可能不會是這一場國慶而已了 這場閱兵而已 因為要關注的問題太多太多了 好 我們看到一個 事實上跟台灣有關 百名 上百名的美國的學者 跟過去的駐 不管中國的啦 曾經台灣的 亞洲專家 跟這個大使 都聯名出來 登在這個華盛頓郵報上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報紙 講什麼呢 他們就是呼籲這個川普 他們認為說 China is not an enemy 不要把中國當作敵人 他們認為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川普的所有的一些政策跟策略 似乎會把美國 帶進另外一個不可預測的未來 而且很可能有反作用力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打的是中國 事實上美國的企業 美國的國力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他們甚至講到幾個 我先念一下 應對中國崛起 不應該用錯的方式 他們說確實中國是崛起 美國必須要小心 謹慎一對 但是不要用錯的方法 抗中並非全面反中 這第二點 第三點 默住大陸的鷹派 默傷大陸的開明派 所以大陸其實並不是一塊鐵板 它事實上內部有不一樣的聲音 你不要做了這個做法之後 反而讓鷹派屬於對峙型的更加升高 第四個 逼盟友反中 反而會使美國孤立 我們大概就算盟友之一 再來 打不如防 應該拒止嚇阻 這個是 真的是上百名 所以這些 這讓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 很重要 對台灣來講 中美台關係 事實上也會一直看這個 到底美國內部如何變化 這群人 到底具不具有指標意義 他們對於川普的影響會有多大 他們可能都比較不容易影響川普的 應該還是比較廣義 自由派跟民主黨的智囊 事實上董雲商我們也知道 對董雲商很熟 他也當過 李傑銘他也很熟 對 我覺得基本上他們就是 其實他們的論點我是比較支持 就是說美國事實上應該用既有的國際體制 來使中國產生改變 比如說WTO 你既然認為說他是非市場 那你就應該透過WTO的集體力量 來讓中國改變他的行為 那比如說 他認為跟中國應該還是要透過交往 然後透過國際體制 比如說他現在把盟友都逼他們表態 結果也得罪了在亞洲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亞洲現在各國的表態 也就只有日本跟台灣 對美國比較明顯 其他事實上東南亞 歐洲 連印度也都不願意表態 那你就造成了剛剛我們江教授講的 就是國際秩序就一片紛亂 事實上原來歐巴馬那個佈局 我認為法蘭會對中國比較有效 你說要組TPP 然後再跟美國歐洲TTIP 對不對 就重返亞太的整個佈局 他要在東南亞也要搞一個 那整個就會讓中國大陸 也要面對這個國際自由的一個壓力 那事實上這個跟中國也沒有完全敵對 他就會去調整他的行為 可是川普這種做法 坦白講現在讓中國的開明派也很難有 很難能施展手腳 大概都是臨左勿右嘛 是 所以現在所有的國家都鷹派抬頭啊 對不對 幾乎 是啦 可是都沒有走到那麼極端啦 我說實在話啦 而且美國是 這個二戰之後秩序的創造者 他現在創造另外一種秩序 我覺得不是 他是瓦解既有的秩序 對瓦解既有的秩序 他現在也是有點這樣 事實上英國金融時報寫了一篇 對他很不客氣的文章 他說他現在比較像黑道老大 對 他創造沒有秩序的秩序 是 沒錯 我們休息了再回來 因為這個是話題不但是分雜 不但是涉及到 美國看起來有上百名的人 等於是歷劍 沒有到死劍 歷劍川普 但是事實上反應過來的呢 我們在談的是亞太局勢跟台灣在內 馬上回來 影響的也包括我們的總統大選 好 歡迎回到環宇全世界 我們剛剛講到很特別 美國上百位的一些學者 專家 曾經註過台灣的大陸的大使 亞太的副領國務卿等等 出來歷劍他們是登在華盛頓郵報上面 希望川普不要把中國當敵人 有更多其他的方法 而且這方法呢 可能對於美國來的好 對盟友來的更好一些 甚至更可以把中國呢 如同你過去所想像的 讓他可能比較可以和平轉移 這是一派人的說法啦 那事實上不只 包括了美國的現任的 AIT的主席默劍 還有一些美國的學者 他們也認為 美國不只不應該把中國當敵人 而且不應該 美中都一樣 不應該介入這次的 台灣的總統大選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呼籲 那可能嗎 可能嗎 來 唐老師 可能嗎 不介入台灣的總統 現在這一次我覺得是 我至少跑新聞二十多年來 我第一次看到美中那麼明顯的 尤其美國介入總統大選 當然了 他要講這種話 我覺得他當然有他的這個立場 可是這個情況是完全跟他剛好相反 意思就是說他們著力其實是非常非常深的 可能因為相反所以才要呼籲 也可能就是有人懷疑了 懷疑了說是不是有什麼狀況了 那所以說他們必須出來消毒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民進黨初選的時候 美方其實都已經非常明確的表態支持 蔡英文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那個報道格就講了 他說你這個民調高沒有用 你不懂兩岸關係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講賴清德 對 那所以說 這裡面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同時我們也可以從整體來觀察的話 因為你美國要打台灣牌 你除了小英以外 你其他人都可以完全符合你美國這個目的嗎 好像這根本就不行 那所以說 是嗎你這樣覺得 那當然要打了很大的折扣 那現在我如果說把小英跟陳水扁來做比較的話 其實也算是兩個極端 陳水扁是跟美國對著幹 那他小英這邊呢 其實是跟美國呢 是有非常良好的默契 對啊幾乎 幾乎你根本就跟你說是完全是 我不能說連體啦 可是我想大概也差不多了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台灣跟美方 你到底有哪些意見是不同的 我們看 現在根本就看不到 找不到 我聽到有人甚至覺得 他是年輕計從了 年輕計從 當然對我們自己也很不好啦 當然啦 那所以說以目前的這種情況來看 他是絕對要讓小英2020能夠勝選的 這個是他的一個最高的目的 否則的話 你這個台灣牌的這個價值 如果說消失的話 那對美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這個國家利益的損失 對 那如果說這一點是確認的話 那當然 你對這個小英 現在的這個狀況 同時呢 你現在有一個什麼問題呢 有一個這個柯文哲的因素啊 因為柯文哲不像以前 以前就是藍綠對決就好了 現在你是藍綠白 對不對 那現在說你 現在如果說你要保小英的話 那你柯文哲這個因素 你也要稍微的安排一下 否則的話如果說真的柯文哲冒出來了 好了變成三組了 或者說是還有可能更多組了 或是怎麼樣的 那你保小英的目的 你可能就達不到了 是不是有這種情況 所以你說美方不希望柯文哲出來 那當然 那當然是最好是不要出來 那可是你不出來 你的票怎麼走 那是不是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意思就是說 你還得要跟他安排 要等等等等 對不對 那所以說從這裡面看 那反過來看的話呢 那你說北京到底是什麼樣的態度 他是不是希望柯文哲出來 對不對 去破小英這個局 那所以說了嘛 那現在就是說 我的說法現在是這樣 台灣目前的選舉 是叫做決戰境外 大國博弈 意思就是說你台灣 當然我們鬥成一團 這是本身的這種狀況 可是你不要忘記 這個外力介入的這個深度 因為這種東西 我們是一般看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都是暗箱操作 他不可能告訴你說 你看我美國怎麼樣了 我這個其他國家怎麼樣了 那你比如說 美國在台灣有個AIT 你AIT如果說你叫幾個人 進去訓話 或者叫幾個人進去 跟他這個小以大意 這種東西是很正常的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那這些人他就之所進退了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剛剛這個墨劍講的這句話 我覺得他當然了 他必須要這樣講 可是呢 實際情況 剛好跟這個相反 而且如果你再上的 以中國為敵人 這個思維不變的話 你底下當然會 需要台灣這個籌碼嘛 絕對 所以這個台灣這個籌碼 台灣這個籌碼 台灣這個籌詞是跟著他前面那個前提 去走的 所以如果說你不是以中國大陸為籌詞的話 你接下來可能就不見得 一定要那麼需要打台灣牌了 對 但因為目前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江老師你怎麼看呢 因為你明天要去主持國民黨那個 等於是他民調前 很特別 民調前難得一次 那麼盛大的遊行 你要去主持嗎 我們剛剛講到 剛才湯老師特別提到說 所以中方 他顯然不夠信任國民黨 所以他才會假設他希望 柯文哲出來就代表說 他可能覺得韓國瑜或是郭泰民 打不敗蔡英文 會嗎 是這個樣子嗎 你走十步遠 不走一步險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一樣 像川普他也是用這種方式 他認為說用那種不變的原則 就是不斷地去變 我都要助你 你抓不住我 是他比較能夠制勝的策略 那倒是怎麼想 我跟他們沒有什麼管道 也沒有什麼往來 天線不夠長 可是很明顯 那國民黨內呢 目前呢 目前看起來 國民黨現在擔心的問題 還不在總統 就很多這種年金改革 或者很多這個所謂東廠西廠等等 都還是國會 如果國民黨不能夠在立法院 過多數 就算贏了總統 他一樣無所作為 要作為空間不太大 所以他擔心的 應該是在立委這個部分 如何能夠更加的鞏固 可是立委現在要跟總統綁在一起 是啊 7月7號這場遊行 他原來是定在6月30 但是陸選一直不下來 特別市政務允許的就是7月7號 所以很多人說 這是不是第四場造勢晚會 不是 他就原來申請6月30號 好老闆是申請的 所以柯文哲不為高齡 不知道 又是陰謀人 柯文哲也是有意思的 剛剛他有講的柯文哲 我覺得是有意思的 柯文哲剛剛上台的時候 其實講說五大避難他去掃 蔡壁如是說 未來柯文哲就是 柯正猛魚虎 他會像老虎一樣 到猛虎出家 把台北市的避端通通咬完 到現在為止 沒有啊 柯文哲碰到武松 老虎不敢講 連大巨蛋 他最近 每天我經過那個 中央東陸 國務界隆附近 他準備 他說只要超過3萬到5萬人的 容量安全無餘 他就要開放了 柯正猛魚虎爛 可是我們看柯文哲的底氣 他在至少到15到20左右 百分之 這麼多的支持率 柯文哲如果仔細細細看 大家看清楚就是 柯文哲不選那個票 留到綠能比較多 還是留到藍能比較多 柯文哲其實多層次了 對啊 他綠底 他棕白 他鍍點潛藍 三層 像蛋糕一樣 可是基本上綠底比較多 那如果大陸覺得說未來 如果有可能讓國民黨 或者是非民進黨 有可能獲勝他 柯文哲出來選當然是他能上來 當然 所以他會對柯文哲不多 那我希望你明天 你韓粉跟波粉 可以和平相同嗎 一定和平相同 五個人都在 會大家都願意大家全力動員嗎 你現在 你目的是要讓 猜忠下來